鄭文燦在這邊是我少見 我給他高度肯定 做白手套他行 做黑手套他也行 他一定能夠叫賴清德 去答應所有蔡英文的條件 鄭文燦跟賴清德 而且兩個的命運互相掛鉤 所以他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戰力 所以他會請其全力 動用這個資源來幫助賴清德 我們要看年紀的部分 台灣人此時此刻 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 有稍微升溫的跡象 我們看藍色的 51歲以上的好感度 有稍微慢慢增加 這是50度是不是 50沒感覺41.7 然後49以下是26% 他說其實這已經是 國民黨的溫度已經是最近 五年來的最佳狀態了 民進黨的感情溫度 反而是退到2018年的水平 所以這樣說的話 鄭運鵬是說中了 所以現在民進黨是要找 陳建仁來讓民進黨 多一點溫度 我在想可能跟前一波的操作 敗選有關 讓大家覺得民進黨已經不是以前那個 跟我們走在你知道嗎 同一條路上的那個民進黨了 民進黨已經是太高高在上了 現在要開始像曉星說的造神轉移啊 蔡兄你怎麼看呢接下來 其實我個人的政治的直覺是覺得 蔡英文這個旗下的還不錯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這個包括蔡英文 包括這個民進黨中央 以及包括行政院的蘇貞昌 跟所有的在野黨 跟所有其他的外界啊 都採取一種鬥雞的一個姿態 非常的強硬 而且不太講道理 明明自己犯錯了還要硬拗到底 然後找了網軍 找了側翼啊 警察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讓整個民進黨等於周遇後化 那現在啦 明明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風格已經走不下去了 包括國民黨所浮現出來的 政治領導人一個一個的 姿態都非常的柔軟跟溫暖 你不管是黨主席朱立倫啊 或者是侯友宜啦 盧秀燕啊 你看 對於民進黨的任何的 一個姿勢都相當的溫暖的回應 那他發現說這個台灣的氣候 氣氛已經改變了 你在講到什麼話題 喔 台灣人最勇敢嘛 我們要台東為台灣打拼了對不對 那包括今天陳建仁的講話有沒有 他也避開所有的敏感問題 你說為這個國家服務 你知道他用蔡英文的語氣 為這個國家服務 這個國家需要什麼什麼 不講說這個是台灣 或者中華民國 完全不提 就是跳開所有的可能的地壘 要繞開這個問題 就很軟軟的 所以你國民黨太大力氣打 就會打到棉花裡面去 他現在整體來講在做一種 所謂的我們叫做政治氣氛的轉變 要不然的話民進黨的這種嫌惡度 這種仇恨值會繼續升高 那這樣1450會不會失業 1450一定要失業 不是1450 會換成1650 1650就要加薪加碼 加薪加碼 會講溫暖的話通通過出來 那週一過就不行了 就可能要找個週扣譽什麼之類的 要不然那個側翼就不受這些風格的一個迴響 另外你想要看什麼 看現在綠營的電台 跟那個綠營的媒體報紙 都有一點點在轉向 很明顯有一點點在轉向 包括那個這個外交部長 整天講那個有沒有的 那狠話 我要跟誰打 我要跟誰打有沒有 小美群不會有這種風格 他們要外放 對 通通做調整 所以我認為這個蔡英文這個起手勢 國民黨不能夠不當一回事 所以他現在調整了風格了以後 反正就是點頭 表示這裡不妥 那裡不妥 這裡要加強 那裡要加強 再加上鄭文燦出手擴挫 你們司議員大概擴挫不到 對 我們司議員擴挫不到 所以我們這個不受影響 所以出手擴挫 會變成說起手不打笑臉人 國民黨的戰力在這方面 剛才亮哥講的 如果沒有更有深度的一個 質詢的力道 純粹是用語言的批評 或者責難 在這場所謂的兩邊 在比姿勢的時候 不是比拳頭的時候 國民黨會落於下方 所以這個時候姿勢的優美 會比拳頭的力道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才會判斷說 這個他是以退為進 以手待工 來做一個氣氛的轉換 那其他的呢 就看什麼賴清德自己的造化 他基本上是玩這個遊戲 那鄭文燦跟賴清德 基本上是屬於同派系的 雖然蔡英文不會去對賴清德 表示什麼顏色 但是長有整個預算大權 行政院實質的 實質的行政院長就是鄭文燦 不要 然後這個 掛名的行政院長就是陳建仁 等一下 那我這個是不是可以變成等號 以及等號啊 陳建仁等於蔡英文 等於鄭文燦 這個完全符合天主教的教義 就是三位一體 所以這個鄭文燦一定會用他個人的能量 去支援賴清德 這一點是國民黨人要注意的 不要以為說 因為蔡英文跟賴清德對立的關係 就會表示行政院跟民進黨中央黨不會對立 因為鄭文燦是一個很有政治眼光的一個政客 專業政客 他一定懂得如何用行政院的資源 來力挺賴清德競選 上什麼 上總統 因為無論如何就他們的政治利益來講 這個賴清德當選總統 對他們每一個人的前途都是正面的 那不管是侯友宜朱立倫或郭台銘當選總統 他鄭文燦都會視為對他們是不利的 所以他會請其全力 動用這個資源來幫助賴清德 這一點我跟很多人的判斷不一樣 很多人都擔心說 這個行政院換的就是大英帝國的人不會 但是就蔡英文來講 這個鄭文燦怎麼運用行政院的資源 打開金庫 金庫 通黨庫 通賴庫 大英帝國的首長 蔡英文也只能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再不爽害的吞下去 為什麼 因為在蔡英文的成長的歷程裡面 他比一般人更能夠吞著 敏南語叫吞倫 因為他的家庭裡面 他從小因為有四個媽媽 只有一個爸爸 所以必須取得爸爸的喜歡 他在這個兒女群的重中 才能夠浮出來 他小時候知道說爸爸很喜歡什麼 很喜歡小孩念書 因為他爸爸做聲音自己沒念書嘛 所以希望小孩有高學歷 出去可以教啊 哎呀 你看我家阿亮是耶魯的 我家阿亮是台大的耶 結果蔡英文拼個老命 念上台大法律系的以後 又念什麼Cornel 又念什麼LSE 他爸爸很高興的 你要多少嫁妝我都隨便給你 所以他知道這種 這種巧妙的地方 但是過程裡面一定會被 哥哥姐姐啦 或者不同房的這些什麼 大媽 二媽 三媽 給奚落 那他都吞輪的下來 但是最後取得爸爸的高度認可 其他人就沒話講了嘛 所以對於這個蔡英文 他再不爽賴清德 他都知道很可能賴清德 是他唯一的一個 一個要支持 最後要去支持的對象 而且更重要的 他可能有辦法叫鄭文燦 去暗示賴清德 你總該承諾保護我吧 你總該不可以答應 國民黨許曉鑫那一伙的 說要把30年封存的打開吧 對不對 你最起碼的嘛 你要保護我卸任了以後 要平平順順 那你不可以隨便批評 我以前的政策 你不可以什麼 賴清德你學倫的問題 你行不上大夫 你學倫弄到潘孟安也不行 你只能弄到什麼林志堅 潘孟安要保護好 還有鄭文燦也不可以有學倫問題 更不會扯到什麼 大仁哥也不可以有學倫問題 賴清德只能什麼 夾著尾巴做人 自己往內吞 你要搞什麼黑金 你不要搞到黃成果 你頂多可以搞到什麼 那個台南市 那些 國財情 對對對 只能搞到那個階層 給你一個範圍發揮 對 這一點 蔡英文不方便講出來 但是有一個人會執行他的意思 就是誰 鄭文燦 鄭文燦在這邊是我少見 我給他高度肯定 台灣高度專業的政客 做白手套他行 做黑手套他也行 他一定能夠叫賴清德 去答應所有蔡英文的條件 因為沒有人能夠幫你 舒適上會做這個事嗎 不會嘛 對不對 那個陳建仁懂不懂 他不懂啊 他也不會操作這個啊 但是因為鄭文燦跟賴清德 長期來都是新潮流的大將 而且兩個的命運互相掛鉤 所以他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戰力 這個戰力叫什麼 叫做公德賴 跟這個文燦超 兩個人會合作無間 你們大家放心了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